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股票、黄金、基金、外币等等 在香港可以用来投资的工具 真的可以说是五花百门 大家在选择投资工具的时候 固然会考虑到它的潜在利益回报 但是大家又有没有了解清楚 有关产品的性质 提供这些产品公司的背景 和买卖的细节 如果没有的话 就很容易招致金钱的损失 何小姐, 就是这样 倫敦金无论是升还是跌也好 只要我们看得准 都可以帮你赚到钱 没错, 何况倫敦金 是每天二十小时 任何时间都可以做买卖 那好吧, 我试试吧 那现在我怎么办 首先你在我们公司开个货币 把钱放进去 那我开五万元吧 五万元? 我们公司很少 客户开五万元这么少 五万元真是太少了 只要赚不到什么钱 我们的客户通常都是过百万 不如这样, 何小姐 就二十万吧 二十万多点钱就赚多点 二十万? 那如果我开了二十万户口 你怎么帮我做投资? 简单吧 我同事每次见到好位置的时候 他都会打个电话通知你 你认为好位置是对的 才做买卖 那是不是很稳定呢? 那好吧 那我就开个二十万户口 好, 我先帮你提出资料好吗? 好 稍稍等一下, 谢谢 就是这样 女事主就在这间公司 开设了一个伦敦金的投资户口 起初也有赚有资格 每一次交易之前 经纪都会打电话给女事主 得到女事主的同意之后 才进行交易 直至有一次 女事主因为需要公干 而离开香港几个星期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经纪了 何小姐, 什么事? 熊仔 我过两天 会去欧洲公干几个星期 那伦敦金交易那里 你帮我停一停 我再来找你 那样? 何小姐, 近期的市场很容易赚钱 如果你开了 可能赚少很多 那没办法了 有办法 你授权给我们 去帮你看着市场 一见到有好价 我就帮你做买卖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样? 你放心 一见有势息不对 我会跟你指舌的 明天你上来我公司 签回授权书给我们 很简单 那好吧 我明天下午上来你们写治疗 何小姐 这份授权书 看看没问题 没问题, 再换签名 由于无论赚还是赚 在每一次的交易里面 经纪都可以赚取佣金 所以这名不良的经纪 在取得女事主的授权之后 就立即利用她的户口 不断买出、买入 直到女事主的户口 用了钱为止 很累, 这么多信 是投资公司 我看看赚多少钱 这么厚, 这么多交易 为什么只剩二百多元 这些交易 全部都是我不在香港的时候做的 搞什么 何小姐, 去完工档回来了 熊仔 为什么我伦敦金戶口 只剩二百多元 这些交易 全部都是我不在香港的时候做的 你搞什么 我那段时间 市场幅大 所以我给你买卖了很多次 谁知我给你买跌 它又升 帮你买升 它又跑去跌 那现在怎么办 投资当然有风险 你再投资二十万 那就可以追回数 还二十万? 早知我不签售权书给你们 潘满满 近年来 本地的伦敦金骗案的手法是怎样的? 近年本地伦敦金骗案的手法 最主要是一些俄骗和一些欺诈的行为 其实 他们和真正本地伦敦金市场的买卖制度 是没关系的 而近年来 骗徒主要会举办一些投资讲座 又或者随机打电话找客 向对方 声称买卖倫敦金 风险低 利润高 并吹嘘投资倫敦金的好处 吸引投资者开户口 赚快钱 他们这样做 会哄投资者签一些文件 和说下户口的网上平台密码 授权给第三者 全天后帮他们做买卖 声称这样 可以帮他们把握每个赚钱的机会 行了 天徒会在短时间里面 不停地帮投资者进行交易 从而在他们的户口里面 扣取昂贵的佣金 例如一买一买的交易 会收取投资者200至600元不等 直到扣了投资者户口的钱为止 就我刚才所说 如果骗徒就投资产品 作出任何虚假的陈述 有意去骗投资者的话 他们已经触犯了香港法例 盗窃罪条例中的欺诈罪 一经定罪 最高刑罚是监禁14年 如果